佛光照大地 伐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响应国际佛光会苏时A计划 佛光山西马寺日前再度办理的是 无肉的夜市 再度的受到民众热烈的响应 现场可以说人山人海 就连当地的电视台 也都真相来报道 而除了实践绿色饮食 西马寺的云水书车 也迁进到地方校园 为师生们带来更多的阅读资源 我们跟着镜头带您了解 罗生响起为活动揭开序幕 场面相当热闹 佛光山新马寺再度举办无肉夜市 除了民众踊跃闲来 就跟当地媒体也真相报道 今天思速健康Go Green的这个计划 希望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能够多保护 多一些好因好远 跟大自然的一个结合 听说这个城市呢 人们都受到三豪的影响 请问三豪是哪三豪我听听看 提倡三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不只是对人对环境亦是如此 新马寺吸收当地柔州政府共推环保蔬食理念 号召更多人一起用吃爱地球 再满阅读宝藏 佛光山云水书车缓缓使进校园 小朋友开心挑选书籍不亦乐书车 新马寺云水书车日前来到当地小学 不仅提供书籍供学生参阅 义工们更是亲自念故事传递三好观念 我喜欢云水书车 因为云水书车到各小学期 尤其是去到没有提示馆的学校 方便同学们看书和借书 这次唐校长给我们讲解的故事中 让我学到了 我们做诗教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我希望云水书车能做到更多的读学 开出阅读之花 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受益 感谢人间佛教让校园的孩子 有了更多阅读资源 而云水书车也将持续前进 让更多人都能受惠 那这位是马来西亚新山综合报导